百日行程就这么结束了,这次轮到林墨宇发吗?他明明进入灵魂虚空没多久,只是在灵魂虚空中绕着自己的灵魂世界飞了一会,然后又做了一番实验,最终思索了一番问题。满打满算加一起,也不会超过两天。可事实摆在眼前,透过房间林墨宇看到了商城,他们确实已经抵达了商城。 林墨宇意识到,灵魂虚空的时间与本源大陆的时间并不同步。两者相差至少有数十倍之多,在灵魂虚空中的一天,在本源大陆就是可能是数十天。没想到,灵魂虚空的时间流速竟然差距会如此之大。林墨宇忽然灵光一闪,眼睛猛地亮起,我明白了。 为什么在灵魂虚空中容易迷失?其原因就是在于时间流速不同,零九九灵魂一旦进入灵魂虚空,所承受的时间流速就与灵魂世界不同。 那么时间一久,彼此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。若是距离静那还好,可以不断进行修正。若是距离远,彼此间就无法进行修正。 距离,时间都会导致灵魂迷失。林墨宇感觉自己有些明白了灵魂虚空的本质。 他思索着,用时间大到是不是可以抵消灵魂虚空的时间流速,让自己的时间流速与灵魂世界保持一致。 这样的话,是不是能让自己不再迷失?至少,可以让自己的活动范围变得更大。 林墨宇恨不得立即就去灵魂虚空中试一下,不过看到船外不远处,人来人往的商城,还是把这个心思按了下去。 林墨宇去和陆万水打个招呼,算是道别,然后离开了飓风战船,进入商城。 刚进入商城,商城的大总管陆连就出现在林墨宇面前。 多日不见,陆连依旧和之前一样,带着三分清朗。 陆连对着林墨宇微微行礼,欢迎林道友。 林墨宇笑道,连仙子客气了,不知三祖此番叫我,可是有什么新的吩咐。 陆连道,三祖找你只是件小事,真正找你的是夏侯渊。 夏侯前辈,林墨宇心中一动,是不是我拜托夏侯前辈的事有结果了? 陆连没有回答,跟我来吧。 林墨宇立即跟着陆连前往夏侯渊的住所。 半路上,林墨宇问道,连仙子,三号飓风战船到哪里了? 陆连道,你是想去西州对吧? 林墨宇微微一笑,是的。 陆连道,三号飓风战船目前还在途中,差不多还要三十天左右才会抵达商城。 三十天,还好不是很久。 三号飓风战船要横穿借海,航程比较长,来回一趟差不多要三百天左右。 还是熟悉的院子,夏侯渊早早收到陆连的消息,已在院中等候。 见到林墨宇,夏侯渊哈哈笑道,恭喜林先生凯旋而归。 林墨宇嘴角抽动,夏侯前辈,这玩笑可一点也不好笑。 夏侯渊笑得更加开心,连妖皇都称你为道友,十大王族的族长都称你为林先生。 老夫唤你一声林先生,也不是不可以。 陆丰商会的消息无比灵通,在北州发生的一些事早就传了回来。 夏侯渊和三族走得如此之近,自然一清二楚。 林墨宇无奈笑道,他们可以这么说,您可不行,要不然您就是再折晚辈的受。 夏侯渊笑道,好好好,那就不折你受了,林小子。 想来你也知道,老夫叫你来,是什么事了吧。 林墨宇道,猜到了一些,应该是莉莉安的事有眉目了吧。 夏侯渊大手一挥,一块巨大的水晶骤然出现在院子里。 水晶漂浮在半空之中,散发着浓郁的大道气息,太阳本源的光芒照耀在上面,映射出如彩虹般的光泽。 近乎透明的水晶里,莉莉安如同一个睡美人,正安静地躺在里面。 莉莉安恢复了。 林墨宇眼中光芒闪动,亡灵之眼开启。 视线中出现一朵灵魂火焰,灵魂火焰还很微弱,比普通人还要弱小。 虽弱小,可却完整,并无缺陷。 夏侯渊道,我以灵魂大道化作水晶,温养着他的灵魂,他的灵魂会逐渐壮大恢复。 不过还需要时间。 接下去的事,就是水魔功夫了。 老夫算是功成身退。 不过在他清醒之后,还能不能记着曾经发生的事,老夫也不敢保证。 夏侯渊说着,把水晶送到林墨宇面前。 接下去,只要找个地方将水晶放着。 只要时间足够,莉莉安自然就能恢复过来。 不能把水晶收进规则世界,也不能与本源大陆隔绝。 水晶要吸收大道之力,才能发挥作用。 林墨宇收起水晶,朝着夏侯渊道,多谢夏侯前辈。 我相信他的运气,必然能完全恢复。 说着他拿出一块冰火道石,这次北周之行,晚辈也算是得到了一些好东西。 这块冰火道石就送于前辈,请前辈不要推辞。 冰火道石! 夏侯渊的呼吸一下子中了起来,他知道冰火道石是什么。 那可是三组都很想要的东西,价值难以衡量。 没想到,林墨宇说拿就拿出来了。 夏侯渊并没有立即去接。 林小子,你是不是太见外了? 林墨宇笑道,是您太见外了,要是您不见外,就收下。 这并不是谢礼,而是送前辈的。 见林墨宇如此说,夏侯渊也不再客气。 行吧,老夫就收下了。 林墨宇道,前辈接下去该闭关了吧。 夏侯渊微有惊讶。 你如何得知的? 林墨宇道,自然是猜的。 晚辈从那里得到了大道径的突破之法。 各宗老祖都会相继闭关修炼,以求突破。 我想夏侯前辈自然也该闭关。 而且,夏侯前辈应该和他们不一样,走的不是同一条路子。 夏侯渊在惊讶之后,不禁放声笑道,不愧是你,什么都瞒不过。 2.6 其实三组始终都有突破之法,而且是正确的道文突破之法。 之前夏侯渊没有凝聚道文,是因为他不能成为特例。 否则他就是在告诉所有人,三组手上有突破之法。 而三组碍于一些规则,是不能将道文突破之法传下去的,至少不能公开地传下去。 所以,林墨宇得到另一种突破之法后,三组将之售出,同时也可以让夏侯渊进行突破。 夏侯渊自然是用道文之法进行突破,与其他人不同,可其他人并不会知道。 三组作为经营的商人,他做事如同做买卖,一切都算计得很清楚,基本上不会有漏洞。 林墨宇举起茶杯,那碗杯就以茶代酒。 驻夏侯前辈顺利凝聚道文,突破入大道径。 夏侯渊同举茶杯,那就扯你急言了,林先生。 大道有望,连一向严肃的夏侯渊也学会开玩笑,时不时来一句林先生让林墨宇一阵无奈。 不过逐渐的,林墨宇也已经习惯,也不再反驳。 两人聊了一会,林墨宇才告辞离去。 在林墨宇离开后,夏侯渊的院子忽然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所笼罩,紧接着一座阵法发动,将院子与外界彻底隔离。 陆连出现在林墨宇身边,夏侯渊闭关了。 林墨宇微微点头,夏侯前辈就是在等我回来,要不然早该闭关了。 夏侯渊把莉莉安交给自己后,才进行闭关。 其实他也可以把水晶交给三组或陆连,由他们转交,可那样就不是夏侯渊了,他亲口答应的事,就要亲手去做。 夏侯渊的为人,林墨宇很是佩服,他也相信夏侯渊必然能凝聚到闻,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。 比起其他各宗门的老祖,夏侯渊的未来远比他们广阔。 原本林墨宇还想给夏侯渊一点大道水晶,帮助他凝聚到闻。 不过夏侯渊拒绝了,原来三组已经为他准备好了大道水晶。 想来也是,大道水晶虽然珍贵,可是以三组的能力,总能弄到一些。 林墨宇对着陆连道,我们去十四件三组吧。 陆连点点头,直接开启通往三组所在的传送,得感受。 再度来到三组所在的神秘空间,林墨宇不是第一次来,但是这次来,却有着与之前截然不同。 不同的灵魂层次,给了林墨宇不一样的感受,让他看到了许多曾经看不见的东西。 首先就是时间流速,三组所在的空间,时间流速与现实世界不同。 这一点,林墨宇以前也清楚,只是当时他只是感受到时间流速不同,至于有多少区别,他感受不出来。 这次他感受到了,三组所在空间的时间流速,十快十慢,很乱。 快的时候比现实世界能快三五倍,慢的时候也能慢上三五倍。 这个倍率是在不断变化的,并不固定,总体呈现出混乱状态。 对于三组这种大道径的存在来说,时间并没有什么意义。 只要不出意外,他就是永生不死的。 他之所以待在这里,林墨宇一开始不明白,现在总算有些知道。 三组应该是在适应,适应时间的变化,目的是为了去灵魂虚空。 林墨宇猜测,三组最终的目标就是灵魂虚空。 很多大道径都会去灵魂虚空,每位大道径也有各自手段,三组似乎也不例外。 林墨宇朝着三组行礼,见过三组,三组轻笑一声,是都办完了? 林墨宇笑道,算是办完了一半吧,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在找什么? 三组道,你还真是不死心。 林墨宇道,没办法死心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,三组不是也在准备着吗? 三组眼睛微微眯起,他看着林墨宇,林墨宇也笑眯眯地看着三组。 一大一小老狐狸就这样打着哑泥。 片刻之后,林墨宇开口问道,商会里的那些道尊都还好吧? 三组点点头,托你的福,都恢复了。 林墨宇笑道,恢复了就好了,不知三组找我来,是有什么新的吩咐。 三组道,本组是个生意人,找你自然是做生意。 林墨宇笑了,好啊,三组请说。 三组道,本组就开门见山了,本组要你的冰火到时。 林墨宇早就猜到,那三组准备拿什么来换? 想换冰火到时,必然是要同等价值的东西才行。 普通的玩意,三组拿不出手,而且林墨宇也看不上。 三组道,你要找的那件东西,本组已经知道了它的确切位置。 它在清灯太古佛的佛国里。 林墨宇眉头微皱,他知道清灯太古佛。 那是尊九轮太古佛。 而且很多年前就已经达至九轮。 这位太古佛很是低调,平时甚少出现。 他建立了清灯佛国,平时出面的都是他做下的一些太古佛。 清灯太古佛的佛国里,没有更具体的位置吗? 林墨宇追问着。 三组道,这还不够具体吗? 林墨宇笑了,可就算知道在清灯太古佛手里,我总不能从清灯太古佛手里抢吧。 那可是九轮太轮佛呀,和他打很麻烦的。 而且光凭这个消息,想换冰火道时,似乎不太够吧。 三组对林墨宇说的话,半个字都不信,当然没要你抢,你可以换。 本组这里有件佛宝,你可以拿着它和清灯太古佛去换地狱碎片。 这个消息再加上佛宝,应该够换冰火道时了。 三组说话间,拿出了一件佛宝。 这是一座七层宝塔,也称佛塔。 佛塔外形的佛宝,在佛族中是最常见的。 很多佛陀都喜欢用塔状法宝。 林墨宇看着这座佛塔,佛塔散发着宝光,塔身被阴暈之气所笼罩,有阵阵佛光从塔中透出。 这应该是件道尊久境的佛宝,但是似乎有些受损,现在跌落到道尊八境了。 三组道,眼力不错,这座塔名为七宝玲珑塔。 你拿着它去换,清灯太古佛必然会同意。 一件跌落品节的法宝,再加一个消息,依旧不值冰火道时。 林墨宇带着些许怀疑,用这座塔,清灯太古佛会换吗? 地狱碎片价值几何,自不必多说,一件道尊七境的佛宝,怕是不够。 三组道,之前在黄妖地方,曾经给过你一件道尊七境的莲花法宝,还记得吗? 林墨宇道,自然记得。 他取出了莲花法宝。 这件法宝,他试着让佛国乌妖进行融合,但是并没有成功。 虽然都是佛宝,可莲花法宝与佛国乌妖,似乎不是同一路的。 三组道,你把佛塔和莲花法宝放到一起。 林墨宇一言照做,两件法宝合到一起后,莲花法宝顿时化作万点微光,融入宝塔之中。 宝塔闪闪发光,看上去境界没变,可是却变得更加完整。 这件佛宝极为不凡,不是寻常佛宝,看似道尊七境二百四十三,却不是道尊七境那么简单。 三组道,你现在再把七宝玲珑塔交给清灯太古佛,他肯定会换。 林墨宇已经意识到,三组在妖皇那里时,就已经在算计自己了。 真是个老狐狸,心中念着,林墨宇开口道,行,那就换了。 说着,林墨宇很痛快,扔出一块冰火道食给三组。 一场价值连城的交易,就这样三言两语地完成。 林墨宇问道,还有别的交易吗? 三组道,自然是有,本组还是想要冰火道食。 林墨宇点点头,那您出价吧。 三组道,老夫可以带你去一趟天外遗境。 林墨宇还是第一次听说天外遗迹,不过光听名字,他似乎已经猜到了是什么地方。 口中继续问道,那就麻烦三组解释一下天外遗迹吧。 三组直接把一块记载着信息的玉牌扔过来,自己看吧,本组懒地说。 林墨宇不以为意,查看着玉牌中的信息。 很快,他吸收完了玉牌内的信息,知道了何谓天外遗迹。 天外遗迹是曾经本元浩杰留下来的史前战场。 当年大战十分激烈,许多大道境战死,道尊境死的更是不计其数。 从而,他们的许多遗产都留在了天外遗迹里。 想去天外遗迹? 至少要伟大道境,就算是道尊九境都去不了。 三组说,能带自己上去,虽然价格高达一枚冰火道时,林墨宇在思索片刻之后,还是答应下来。